南投县政府为落实客与乡下扎根 即推展客家文化记忆 将于10月18日举办客家文化节系列活动 今日上午也举行记者会 众多议员也到场关心 并欢迎民众一同参与 这样主流 这都是可喜的现象 那在会中我们也看到了客家文化 不管是十一住行的展现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10月18日 在我们中兴新村的大操场 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茶博之外 也来参与我们南投县举办的客家文化节 那会中有非常多精彩的表演 当然也有少不了的客家美食 向亦云这阵也表示 相当感谢县府对于客家文化的重视 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也显示客家协会的重要性 首先也要感谢我们的任管党 对我们南投县 将近八万的客家人的重视 也先进入我们的客家科 也真正一系列的活动 对这个插播会的活动 都真正一系列来强调 我们客家协会的重要性 我们做十五十八 对再次到点半开始 在中文会当中有办一系列的活动 客家的美食 客家的活动相当多 在一起都是强调 就是说我们的官政府 对我们的客家的重视 县云南英学表示 此次客家文化节的活动 内容相当丰富且多元 其中更邀请名人来讲座 将客家文化更加推广 看到我们南投县政府相当的重视 尤其是我们的客委会 南投县的客家族群分布也相当多 占有比例相当高 我想这一次结合我们茶博的一个庆典 一系列的活动 客家不只是应景的一个精神代表 同时客家的一个文化美食 我们的音乐舞蹈工艺 都是落职生殖人性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随处可及 所以透过这个记者会的平台 也行硕我们的客家文化 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做一个传承 最重要我们还请到我们的名人 来做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宣扬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人了解 南投是一个多元族群文化包容的一个县市 大家充满了幸福跟喜悦 我想谢谢我们客委会 也感谢我们县政府的一个用心跟努力 此次客家文化节活动 内容丰富多元 除了闯关等活动外 更能够体验到客家美食 议员们也欢迎民众 于10月18日到场共享盛举 记者雄军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